每逢長假,西貢一定多人 但是這次的復活節假就差一點了 在西貢公眾碼頭,等船出海的人都不多 主要跟狗仔進來 平時有沒有進來西貢? 都有,我間中都有 有沒有留意到現在復活節假期 有沒有留意到人流的情況? 今天不算多人 如果加上吃東西和我們買東西用了千多元 這個大概是你今天的消費 我們剛剛開始 我不想 我覺得香港也有很多食物 所以都會選擇在香港消費 香港人是英國 可以多留在香港支持一下 本土的餐廳 很多都很好吃 有咖啡店東主說 今年的生意額和往年同期相比 跌了大約兩成 我當大陸可能喝十多元一杯咖啡 就可以落到樓 但是在香港不行,最便宜是三十多元 這個也挺唏噓的 因為其實很老實說 香港很多東西都跟大陸是沒有得比 譬如可能舖租工 很多店舖都倒閉 好像西貢那樣 其實很多店舖都倒閉了 倒閉了之後 他們還要是開不回來 也挺慘 街坊都說 這麼久以來沒見過西貢是這樣的情況 在那裡沒辦法 大家唯有緊收自己的崗位 繼續努力去做